大家好 这期节目就跟大家说一下这一盘巴西木 我刚买回来的时候 这个还是光秃秃的 就是一根光杆 然后经过了一段时间 给它长出了这个三朵侧芽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种植过程 种植经验 我刚买回来的时候 就是把它放到一个有水的托盘里 大概一个星期 再移到这个花盘里的 然后它就长出了侧芽 这底部我就是放了一点 麦饭石还有瓦山石 就是每样一半给它放进去的 然后就直接把它移栽到这个花盘中间 花盘中间之后 上面给它盖一些水苔 保湿的水苔 就是如果发现这个水苔 太过干了 就是喷水物 这样保持一个湿度就给了 这样它就不会出现切乏水分 而影响它生长了 有养过也应该知道 这个是不可以切水的 一旦切水的话 它是很难生长的 它是一种洗水的植物 所以花药们平时养护的话 如果你不管怎么养 方法再多 一旦切水的话 你想要养好它的话 是比较的难的 所以今天就简单以我的经验 给大家分享我的养护经验 养护过程 因为我想要这个花盘 我就要给它用这个花盘 可以用一些托盘水培的也是可以的 所以今天我就以我的经验 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最要别忘了给它补一下肥 补肥的话 用这个微生物有资肥给它补一下 就可以了 就是大概 8-10粒就可以了 不要给它放太多 以免浪费肥料 往这个盘土边缘就可以了 撒一圈 现在就 满足它的生长要求 好了 时间有限 就到这里了 什么不懂的话 咱们给交流养出更好的巴西木 好 下期再见